嗨,各位好,昨天我在直播见黎叔,我说今天给你们做个小视频,看看这加拿大人尾骂要拍印,就你们看看这场景,害怕不害怕,就你们想这场景如果发生在中国,就你们怕不怕,看了全都是印度人,都吓人。 这个视频啊,也是加拿大人发的,虽然这个不是真的,这是用AI合成的,但是啊,他说的这个事是真的,就是加拿大的Tim Houghton,这个啊,这应该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食品连锁店,现在几乎已经被印度人占领了,如果你们不信老婆说的啊,你再看这个视频,这个是真的啊, 这是Tim Houghton员工的party,你看看这里这些人,就除了三个纸外,还有别的人吗? 咱再看看孟哥华,看到吗,看看多少印度人,虽然这是印度街啊,但是你也能看看,到底有多少印度人,太可怕了。 见一词啊,加拿大帮助党的洗浪灵骗儿,就这个很可能会成为,加拿大下一任的首相。 他前两天说了啊,就以后的国际留学生,毕业之后都回到自己本国。 现在这种恶国啊,这个加拿大这个小土豆,就踏实罪则难逃。 你别看前些日子,让印度老线给得了一把,得了挺惨的,他啊,越得了越甜,你看这奏性,还抱个头进来,哎呦我擦。 要不是看了吗,真的? 加拿大不会现在这个样子,能够聊正的。 好在啊,明年就大选了,这个小土豆下台那是必然的,就加拿大,摇杨塔继续给折腾下去。 我估计这不了多长时间,最多也就十万年,这加拿大就不是放夜锅了,就得改成咖喱锅了。 你看看现在这,啊,干就这么多警察,全部抱头的三个。 你再看这大马路啊,看见,这样也够这样也够了,聊多么人吧,哎,咋吗呢?